之前被郑爽出山的消息刷了屏 作为自带流量体制 爽妹子的每个举动几乎都能上热搜 什么和男友接头亲吻了 搞怪的表情了 这次上热搜却是因为疯狂扇自己嘴巴 据了解在电视剧青春痘发布会上 主持人问主演郑爽 在演这部剧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特别困难的 随后郑爽说 这得演示一下 就伸出两只手打了自己嘴巴 所以就出现了郑爽扇自己嘴巴 这张流传甚广的动图 不过在做完动作演示之后 郑爽继续回答主持人的问题说 青春就是让别人看着都心疼着急 但自己真的是恨自己没本事 作为路人却是看着很疼 不过通过郑爽这么一闹 更多的人对郑爽扮演的 向珍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目前这部电视剧 已经暂定于2019年3月24日 在北京卫视 东方卫视首播 并在芒果TV爱奇艺 腾讯视频 优酷视频 同步播出 青春斗剧情梗概 象征 前辈被静小妮 丁兰 余会五个性格迥异的女孩 相识于大学 志趣相投 结为闺蜜 毕业后 她们留在北京 励志奋斗 年少激进的她们 时常碰壁 考研失败 被传销组织片 失业 失恋 做生意惨败 被父母勒令回老家 几个女孩的友情 也经历了 无数的纠葛和考验 面对这些问题 她们有过顽强坚持 易动过放弃的念头 但最后余会勇敢站出 对自己的错误负责 丁兰收获真爱 前辈被出国学习 象征更是经历磨难 还能保留纯粹 和热情继续生活 人生十字路口 她们探索寻觅 最终明白 要通过自我斗争 改变命运 感谢观看